一秒帶你走進羅馬浴場 布達佩斯塞切尼溫泉浴場 由百年歷史的鵝黃色 巴洛克建築組成 建築跟雕像 環繞著最知名的戶外池 泡在溫泉裡 抬頭藍天 陽光灑落 有種不知精細何系的 身心慢火感 布達佩斯的地底下 有三分之二都是天然溫泉 所以在地人說 如果來到布達佩斯 沒有好好的泡一下溫泉 等於白來了 來都來了 當然要體驗看看 水溫三十度左右 微溫 酒泡確實不累 但要怎麼一整天不無聊呢 鏡頭一轉 有人連西洋棋盤都搬了出來 人們在這裡玩玩玩玩 或是他們在地區 我看到人們在玩玩玩玩玩 對 完美 他們可以花一整天嗎 對 有人在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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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koll 一正惡捕後 眼看記者下棋實在沒會跟 後說沒關係 自然有人會來挑戰 果然沒一會兒功夫 挑戰著上場 yatim baby şuилась 澳大利亞 棋盤上你進我退絲沙展開 而身體正泡在溫泉裡舒緩 不許跟著水波上上下下 畫風說多特別就多特別 我喜歡這裡的溫度 而且它是… 感覺很好 感覺嗎 對 所以我喜歡 什麼樣的溫度 可能會有痠狀嗎 我已經不斷走幾個星期 這就是我的腿最優秀 對 特別是 酸澳粒的溫泉 富含鈣美心酮猛不同化物質 部分被官方認證有醫療效果 不同溫泉池 有的針對心肺 有的針對酸痛 醫師能開廚房給長輩 每週一到兩次免費泡湯 像這位阿嬤就是拿廚房錢來的 對方的 我的腳是… 好… 哦… 她的胸部分寫了嗎 我暗影 阿嬤講得那麼神奇 但實際僅供參考而已 追溯布達佩斯泡溫泉的文化 最早在一世紀 羅馬帝國統治時期傳下來的 千年過去 人們除了依舊熱愛溫泉 這同時也是匈牙利人 難得能從苦悶過往中 喘口氣的時光 匈牙利建國千年 從歐陸霸主奧匈帝國 到了近代 歷經納粹統治 屠殺猶太人險心過往 那卻走了 惡共來了 匈牙利人超過半世紀的日子 是在壓迫跟反抗中煎熬 曾經的歷史榮光國會大廈 成了布達佩斯人精神指標 連城市的天際線 都向他看齊 在我後方的 就是匈牙利國會最高的高度 96公尺 而96也成為這個城市的 建築基準 所有的建築物 都不能夠超過這個高度 96這個數字對聖堂利人有多重要 896年建國 1896年建國會大廈 進到建築物主梯梯 除了孔金的雄尾奪目 階梯數不免俗 也是96階 作為歐洲最古老的議會建築之一 原型異常 同樣也是金光閃閃 建造國會時 用掉整整40公斤的黃金 清淨國立打造出民族驕傲 孫耀利號稱建築打光大師 國會大廈夜間 同樣不能視序輝煌 夜幕低垂 船上遊客如枝 國會大廈在燈光照音下 像是多瑙和尚最閃亮的金磚 萬家燈火都不其他耀眼 超過半個世紀的侵略與瓜分 儘管匈牙利人說 得花幾個世代慢慢走出來 但不時抬頭 就能看到曾經的輝煌 下個十年也許能重生出 新匈牙利民族